老师的白货 老师不敢啊 老带就行了 可别呀 每次都麻烦你 戴卫师傅 什么师傅 下白货 快过来吧 我瘾都准备好了 好啊 那等会儿见啊 嗯 拜 怎么今天又要出去啊 嗯 不看你还上瘾了啊 咱还五眼都钱折腾了 不是 有人知道 跟自己折腾是不一样的 戴卫制导的行吗 特别好 我按照他说的做 我觉得出来效果以后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那他怎么不出名啊 我看你就是对着那个年话 拍电老虎 都能比他早出名 你这么说就不厚道了 我觉得戴卫老师 就像是那种 怀才不遇的文人一样 就 就像您以前说的什么 就像我爸 好像就是怀才不遇的文人 谁说过了 那是替赵鹏飞打掩护的啊 难道 妈身边的怀才不遇的文人 那都是你爸 也可以 你瞎说什么呢你 你跟戴卫好像挺投缘的啊 我觉得吧 我们俩 有点自来熟 他跟谁都自来熟 还真不是 我跟他是那种 特别有缘分的自来熟 反正说不清楚 行了 行了 快去吧 您再睡个回笼觉吧 我走了 拜拜 真够快的 会是什么结果 没什么结果 不会今天就这么玩了的 没什么结果 全体起立 我判决 刘元申为主要监护人 在此我将刘秋秋的监护权 授予刘元申 以上判决 第十生效 我判决 感谢 晚上我去接孩子 姐 没事 姐 相信我 不会就这么晚了 赵总 昨天晚上 谢谢你来接我 没关系 员工有难 老板支援吗 昨天晚上出了点事 一个人喝多了 实在不行了 不然不会麻烦你的 出什么事了 我还以为你是跟 朋友们都玩疯了呢 昨天 昨天男朋友跟我分手了 是吗 那你 没事 我昨天晚上就是一个人 有点郁闷 现在好了 对不起 我失态了 没关系 不用这么紧张 在公司呢 咱们是工作关系 我是你的上司 出了公司 咱们就是朋友关系了 你就把我当成老大哥就行了 以后如果 再遇到什么郁闷的事 可以随时找我来聊聊 谢谢你 赵总 我真幸运能用你这么好的上司 别 你要真犯错了 该罚还得罚你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去休息两天 恢复恢复心情 情绪不好对工作也有影响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然 你先忙 我出去了 好 我喝 多喝点水啊 赵总 你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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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宏 孩子永远是你的 没有什么 我现在能够切断一个母线 和孩子的联系 赵琴儿正在积极地为你想办法 没什么交情 走一步算一步吧 反正我现在也没心思去想那么多了 秋秋是个乖孩子 她很聪明的 谢谢舅舅 不看你先休息一会儿 回头我再来找你 舅舅 我没事 您有什么事就现在说吧 那好吧 这个呢 是刚他们做好的提案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完全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 从最好的地段开始 银行贷款也拿下来了 就等你签字了 舅舅啊 我知道 我现在这么说不合适 咱们能不能转换几天呀 为什么呀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好的局面了 你知道 这海南地产市场不是那么容易打进去的 赵红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被太多的东西影响了 影响得我无法判断 舅舅 你说你现在让我做决定 这理智吗 舅舅 这是我经过这么长时间 才努力得到的结果 退一步 功败垂成啊 舅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来得太容易了 舅舅 我现在状态什么都做不了 咱们还是先保守一点吧 这样吧 你先帮帮我 跟他们周旋一下 咱们先掌管一下好吗 你确定 好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所以啊 这个案子完全是因为被告属于弱者 你不能说它那么绝对 好歹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呀 得了吧 什么叫临时性犯罪 这不扯淡了 嗯 嗯 怎么了 托风啊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鱼肚啊 哎呀 我闻瑞怎么的恶心啊 咋了 我吃了多半盒挺好吃的呀 又来了 你 你把照片都恶心成这个样子了 吃个鱼肚有那么恶心吗 吃个鱼腻 itu 在窗簾속 600 妈 晚上好啊 赵青 什么都跟你说了 是吧 是啊 原分一会儿就来了 我知道 我小外孙妮呢 屋里收拾东西 完了完了 出人命了 小青 你这都进去一个钟头了 还出得来吗 马上就出了 你这个莫道驴 你还嫌我念叨多 那外面不干净的东西 就不能乱吃 你说 你守着我这么一个大厨老公 还去外面吃 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应 那老天爷都要惩罚你的馋猫 我说 你要是吊到厕所里 我可拿钓鱼杆来救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不错 经过很明显 经过这几天啊 这手啊终于不倒了 你还说呢 你都不知道 你这相机有多沉 我挂脖子上都快得脊椎病了 哈哈哈 告诉你 我们搞摄影的这脖子啊 都跟那厨师似的 脑子大 脖子酥 你看我啊 这脖子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 好了 今天啊咱们就到这儿 刚才我给你指那几张啊 你拿回来给密码好好写背写背 可以直接往杂志社投了 什么杂志啊 支烟 讨厌啊 对了 这个胶卷啊 我今天晚上还得给你洗出来 明天啊 让你看看胶卷和这数码的区别 这么高级 你还会洗胶卷呢 小刹啊 就在我那卫生间里去 你在卫生间洗胶卷啊 我告诉你 我那卫生间啊是三用的 既能洗胶卷 还能洗漱 还能放过 真恶心 可是我明天有事我可来不了啊 那 那我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吧 多麻烦啊 正好啊 我也想一看 好吧 那就麻烦你了 好 那走吧 那我们你妈啊 跟着急了 好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戴戴老师 好 再见 加加同学 妈 你来了 我去叫她 她东西在那儿 宝贝儿 爸爸来接你了 我可以再多住一个晚上吗 本来有样东西 本来有样东西 我是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给你个惊喜 现在是送给你的时候了 粉色的 你最喜欢的颜色对吧 宝贝儿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 说什么都行 同学又救你电子了 作业不会写了 或者想见妈妈了 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真的吗 好 很快的 半个月我们就见着了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她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姥姥 乖孩子 过不了多久 不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嗯 乖 乖 一定要开心点啊 我们就行 我们吧 我们吧 乖 乖 乖 还行呢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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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孩子 妈 妈 天家的孩子 我还过去了 儿子现在有多胖了 看照片 不过瘾啊 对啊 得抱着她才能感觉得到 我会想你 每天都想 老婆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看着空荡荡的另外一边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那我要工作了 好吗 替我亲下儿子 还好 还有你 怎么了 有事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我挺好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每天 这样埋在工作里 是吧 你这么认真对待全公司 对大家都是好事 可你这样太亏待自己了 没什么亏待不亏待的 我现在就一个人 不工作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可以出去放松放松呀 找些快乐的事 总这么压抑自己 太累了 好 我会考虑的 你要是不嫌弃 我倒是知道一些 适合你的地方 适合我的地方 适合我的地方 好啊 那有机会的话 你陪我去逛逛 好啊 好 把这个帮我发个快递 上面有地址 好 来了 是吧 是你 那么大早有何贵干 我呀 给佳佳送照片来了 昨天晚上刚刚洗好了 是吗 那今天坐会儿吧 我给你倒壶水 坐着 佳佳 还睡着呢 这要不跟你拍照片啊 都这样 年轻人啊 都这毛尾 来 这照片 你对佳佳还真好 有缘吧 有缘吧 难得他喜欢拍照 就算我收了一个小徒弟 你别看佳佳挺尊敬你的 我要说你坏话 他还不高兴呢 这叫徒弟孝敬师傅 你说我坏话干嘛 我说别人坏话对得起你吗 也是 你说我呀 反正我也不吃亏 早 佳佳 佳佳 佳佳老师这么早啊 给你送照片来了 这么有效率 熟练工种嘛 你什么时候也教的我洗照片 教你洗照片 嗯 现在都是竖码了 基本上用不上 偶尔洗一次啊 也是涂个新鲜 涂个热的 不过你要真想学啊 我随时都能教你 好啊 戴老师 我周末过生日 你一起来呗 好啊 不太合适嘛 这个 怎么了 戴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是吧 不是 也许戴卫有什么事啊 什么的 没事 我就是说呀 周末我有空 其实我呀 每天都挺闲的 那得这么说定了啊 马上我回去再睡个回笼啊 说好了啊 好 戴卫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文杰 我要真想干什么 还用等到现在 你能不能注意点 文杰 你想的太多了 我想的问题 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 我要上班了 你呢 早点摊 吃早点去吧 那请吧 进来 赵总 钱已经汇出去了 钱 什么钱 一二二的钱啊 咱们不是通过他们的提案了吗 什么 您是怎么想的 我是让您告诉他们 咱们不做这个生意 我认为我做了合适的举措 何况我还是财务总监 我有权筹集资金 我也有权签署支票 我也有权认可 我觉得合适的生意 可我是总裁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这就是欺诈 欺诈 好啊 告我去啊 告了我 咱们就不用做生意了 把我逮起来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这么做 也许你应该试着信任我的判断 信任 在您做了这种事之后 就你在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先是你爸 后是赵涛 现在是你 你们应该都信任我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佳佳 你这个周末来这儿过生日吧 这不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这么说 你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本来还想在家 就到这儿过 我把你哥哥姐姐都找来 对 你也是来我们家 过的第一个生日 很有意义的 阿姨 这不好吗 别跟我客气了 正好给赵磊接风 你过生日 她回家 两个好事凑一块了 谢谢阿姨 别客气 阿姨 那我妈有一个搞摄影的朋友 我可以把她叫过来吗 就是你那位老师 好啊 非常欢迎 那也让我们见识一下 能教我们家家的大文化人 是什么样子 谢谢阿姨 不客气 Pa 德辉 文杰 回来吧 你怎么又来我家 我呀 不是不登三宝对 那行 进去说吧 好 那就快说吧 想说什么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佳佳 什么事 告诉她应该知道的 你指什么 那家人跟她根本没关系 她就是赵鹏飞的女儿 你觉得我信吗 你信不信无所谓只要佳佳信 文婧 你这么做对我跟佳佳都太残酷了 什么叫残酷 你知道佳佳需要什么 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她现在有了 这是一个骗局 这不是骗局 她就是赵鹏飞的女儿 佳佳信不信无所谓 只有你信 来 来 来 谢谢 我来 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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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来 来 来了 来了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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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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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小蕾子 回来了 快 文哥抱一个 好 好 好 回来了 他又瘦了 没事 回家吃饭吃完就胖了 来 妈 这我哥们 妈呀 你好 你好 快回家 他腿怎么样了 没事 喂 妈妈 宝贝 还没睡呢 妈妈 我想你了 好孩子 乖 妈妈也想你 舅舅啊 在爸爸家要听爸爸的话 嗯 舅舅 想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吗 嗯 从前啊 有一个诗人叫王昌霖 在一个叫龙彪的地方当县令 有一天晚上 他写事写困了 然后 就找了一根绳子 一头 顺便自己的头发说 另外一头 妈一头还能倒着走 倒着走 你慢点 慢点点你 腿都瘸了还不老实 阿姨 她呀 就得全身骨头都断了 她才能老实得了 丫头 一个月都不见了 跟哥说点好听的呗 不说 说一个 欢迎回家 谢谢 妈 今天累了早点睡吧 改天我再跟您汇报工作 对 你肯定累坏了 早点歇着 佳佳 时间不早了 你今天就住这儿吧 反正也有房间 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行了 好呀 那就打扰您了 都早点歇着 你们兄妹俩有话 明天再聊 好 那晚安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小蕾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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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疼是吧 怎么这么厉害啊 怎么了 腰疗过了 折腾药 妈给你找折腾药 妈 别拿 别疼 为什么 上瘾 好 没事 小蕾 小蕾 妈陪着你啊 忍着点 妈陪着你就不太疼了 小蕾 妈陪着点 好疼啊 好疼啊 小样子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是啊 忍着甜甜的 你做什么呢 让哥哥给你来一杯 提神醒脑的东西 保证你这一天啊 怎么了 赵晴 怎么了 哎呀 恶心 来来来来 让我试试 你这也没发烧啊 你 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上班了 我来不及了 别别别 你别着急 你不得今天休息一天哪 昨天都恶心一天了 恶心一天了 你又被什么恶心掉了 出人命了 我走了 出人命了 什么时候接刑事案件 哎呦 这么好的东西 全浪费了 也没人喝 哎 怎么会这样啊 哎 不 走 赵磊 小磊 忍着点 疼 疼 疼 我知道 我知道 疼啊 我知道 怎么就这样呢 忍着点 忍着点啊 儿子 我知道你疼 孩子 怎么会这样呢 忍着点啊 妈 快点 来点 咱找大夫妻 疼啊 疼疼 疼疼 你太厉害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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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没有啊 好多了 药刚停的时候不行 现在估计我也忙我了 你不吃药行吗 行 又没伤到骨头 还行呢 你那口子七厘米长 这鸡架差点折了知不知道 你消灯火别折腾了 行了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我要是你妈 我有你这种儿子 我早疯了 你现在精神头儿怎么样啊 还行 怎么办 哦 除了您那小拐棍 咱出去溜达溜达 下家家 你的人性开始闪光了 小废话 走走走走走 小心啊 看我 啊 什么时候盖上玩摄影了 我以前呀 一直想攒钱买个吉他 结果我终于攒好钱了以后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了摄影器才成 然后就有了我第一台相机 和你冲动嘛 结果冲动完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把我冲动的结果 拿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说我买了一个玩具 哎 行了 比我哥拍得行 什么啊 怎么着 说说你吧 我 我也没 没什么可说的 反正天天在那儿 就干体力活呗 服务员 结长 好的 您稍等 如果说实话 你在那边看到那些 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 我真的挺难想象 你会去那边的 是 我也没想到的 我之前跟你妈聊过 她特担心你 她怕你疼 不过 你要是不吃止疼药的话 会影响治疗的是吧 我妈就那样了 是大惊小怪的 我觉得也是 疼的话吃点止疼药 不就没事了 就是 您好 您的供消费七十八元 您好 赵磊 你怎么了 赵磊 慢点 慢点 没事 没事 真胡闹了 怎么能带她出去呢 行了 妈 别念叨了 就这么点事 还疼吗 没事 没事 你出去吧 行了 没事了 好 阿姨 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把她带出去呢 真是胡闹 我只是想跟她说止疼片的事 在家里不一样说吗 还非得出去啊 那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她高兴了 可能就答应了 我估计最近赵磊 是高兴不起来了 那您给我写个剧本 下次我照着眼睹 跟我生气了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我干这么没大脑的事 犯这么大的错误 佳佳 你是有错 但只是一点点小错 错大的是赵磊和她爸爸 我现在全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赵磊那次出事的样子 想起来她爸爸 就这么走了 佳佳 谢谢你 孩子 这些日子你一直陪我陪赵磊 你对赵磊的帮助比我都大 谢谢你 真的 阿姨 我该谢谢您 让我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你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人 佳佳 我跟大夫联系过了 人家说只要注意伎俩就没事 妈妈帮着你控制剂量 快吃了吧 吃下去就不太疼了 吃下去 你要干 mayoría 灵alom 好 好 好 宁愿 你们往下лем 谢谢 employer 赵总 你还没走呢 我把订单都改完了 效率挺高吗 看来我得给你涨工资了 说话散话 来来来 看看我儿子 帅吧 原来胖多了 对了 你饿吗 我给你买点吃的去 我不饿 你自己去吃吧 赵总 我知道你现在挺辛苦的 可你也要保重身体呀 公司全靠你撑着呢 有那么严重吗 我挺好的 再说公司不是还有夏总的吗 大家都知道 夏总也知道 公司里你才是顶梁柱 有了你 公司才有今天呢 你就是给我戴再多的高帽子 我也不可能给你涨两次工资 赵总 我知道你心里挺苦的 可是只要你愿意 随时可以找我聊聊 好 好 好 谢谢你 快去吃饭吧 我收拾收拾也走了 我多陪你一会儿 你一个人也挺寂寞的 你总是这样吗 我多陪你一会儿 心里再苦再累 都憋着 从来不和别人说吗 你知道 我有多心疼你吗 别的 太晚了 我得回去了 我得回去了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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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俩虽然坐在这 但是她们俩可不是男女朋友 她本来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 她们俩是欣慰充满 一起长大的可爱妹了 然后你看她们俩的关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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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破玩意儿 你怎么看得进去啊 挺好看的 你看呀 来啦 吃早饭啦 来啦 吃辛苦东西的 妈 用这么夸张我能动吗 你要吃了吗 吃了 我盯着她吃的 大夫叫你附健去了吗 他去 我一会儿带他去 有佳佳在这儿 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我吃早饭 等我好了第一件事 就是要离开你们了 坐好 还没吃早饭呢 吃饭吧 我喂你 你已经被我妈给童话了 好 行行行 我去给你倒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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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片也没有 我又不是宠物啊 哈喽啊 回来了 你这是干嘛呢 好 给你妈装一调光气 调光气 你们俩还能再浪漫点吗 当然能啊 我还要用这个呀 往这儿一捅 就寻情了 你快算了吧 你要捅也等我走了再捅 我可见不得这血腥场面 嗯 对了 我生日你和我妈都来哈 对啊 嗯 这个啊 本来应该生日时候给你 可是当着那么多人呀 我是真不好意思 我猜肯定不是相机 对 那肯定不是 打开看看 打开了啊 项链啊 谢谢 我很喜欢 喜欢啊 就戴上吧 嗯 爸 你说一定要再测一次吗 那当然了 万一不准呢 难受死我了 这个死张洞 嗨 我跟你爸刚结婚的时候 没打算马上要孩子 结果出意外了 那时候 打开还得经过单位领导签字 你说逗吧 没办法 只好把赵宏生下来 呦 你别把这话告诉赵宏啊 他会误会的 其实 我很爱他的 我亲爱的妈妈 你跟我说的都不是一码事 怎么不是一码事啊 我看你这辈子啊 也就是张东了 我劝你干脆奉子成婚 妈 不许说出来啊 说出来怎么了 这也不是坏事 你觉得 张尊 这个名字怎么样 刚才你不还说 没准怀为怀呢吗 怎么这么快名字就洗好了 妈我跟你说这名不好听啊 乖了乖气的 那 张俊 张瑞 张宁 张宁 妈 你这起的什么名字啊 太难听了吧 当初你嫌赵宏给秋秋起的名字不好听 差点跟她断绝关系 你现在起的也不怎么样啊 赵磊说得对 你跟爸起名的水准都太差 我起这名字哪不好了 那总比赵宏强吧 她给秋秋起的什么名字啊 刘秋莲 你听听 秋天的榴莲 这东西怎么这么慢啊 起码不用找老曾医去耗败的 还得等着她 眯着眼睛摇着头跟你说 你有喜了 妈谁有喜了 中文字幕 你也不想找老曾医去耻 你也不想找老曾医去耻